好我們看一下我們怎麼解這個一元一字方則字喔 呃重點其實只有兩個 這是第一個 好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移向法則 什麼叫移向法則 就是說我要把等號的左邊移到右邊去的時候呢 要怎麼移過去 這個其實小學有學過 所以你看 我現在出了題目啊 不僅用小學的方法 小學的題目啊 就是我用三角形來用空空表示 好 來規則把它記一下喔 是 加的一過去後變減 減的一過去後變加 成的一過去變除 除的一過去變成 這叫什麼東西 這叫一向法則 來不懂的句子喔 因為我看到有同學沒看到我 我本來想說是可以怎樣 記住喔 再講一遍喔 加的變減 減的變加 成的變除 除的變成 後來齁 我講第二遍了 好第三遍 拜託你記下來 加的變減 減的變加 成的變除 除的變成 因為等一下我問你們的時候 你再答不出來喔 那不是我的問題了 記住喔 好再來 這個地方超級重要的 就是 你一次只能變一樣東西 什麼意思 就是 如果你把加的變減的時候 你就不能夠把成的變除 也就是四個裡面 你只能變一樣東西而已 聽懂我的意思嗎 等一下我示範給你開題喔 你常常會寫錯題目的地方 好 那我們看第一個題目 前四個簡單版的 看第一題 三角形加三等於七 怎麼解答 我是要把三移過來對不對 好怎麼移 我用別的顏色好了 我寫給你看喔 我希望你學我一樣 你就寫三角形等於七 這個呢就不要寫東西 你就控制沒關係 無所謂 你把加三移過來 請問你 加三移過來變什麼 減三 對減三很棒 我剛才不是說的嗎 就把加的變減 就是這個意思 這你要不要寫東西 就不要寫 為什麼知道嗎 你不寫的好處是怎麼知道 你就要說這些東西 為什麼不見了 為什麼不見了 跑到右邊來 對 這樣懂嗎 如果你把它空空去 你也不知道你到底犯了什麼錯誤 好 接下來答案出完了 三角形 七減三總會吧 四 答案出完了 答案就是四 這樣懂嗎 夠簡單吧 會啦齁 好 OK了之後呢 來 因為很簡單說明 你馬上看第二點 那這個題目怎麼辦 框框減三等於八怎麼辦 也是一樣 我們要把框框 我們會希望你把那個位置數啊 留在等號的左邊 其他的東西呢 移到右邊去 聽懂嗎 所以我寫等於八 來 這次減三 一貫變什麼 加三 所以框框呢 等多少 是等於11 這樣會嗎 會啦齁 那你想做題目考是會考嗎 當然不會考 太簡單了 這種題目考的話都告訴你 你們不用來補習了 聽學長講課就好了 對不對 但是你不要解決這個很簡單 就不重要 錯了這個反而很重要 因為很多地方都從下開始犯錯的 好 我們看第三個 越來越難 尤其是第四個超級難 來我們看一下 匡通乘以三等於九 怎麼做 來一樣 先寫框框等於九 我說把三移過來對不對 這也是乘以三 一貫變什麼 除以三 對 就是除以三 剛才說的嘛 乘了變成 會嗎 所以框框等於多少 來九除以三 三 這樣會吧 好 第三這個應該會啦齁 最後這個最難 為什麼它講到最難的原因呢 來我會示範給你看齁 來 A除以三等於九 A留著 九移過來 對不對 欸九留著 你把除以三移過來變什麼 乘以三 所以A呢就等於多少 二十七 這個沒問題 但我問另外一個題目 如果題目這樣出呢 3除上A等於九 你要怎麼算 你要以三還是以A 注意聽喔 這是唯一的例外 剛才前面的那個 我講的那個有沒有 加三啊 減三啊 乘以三啊 我都沒有告訴你說 你應該怎麼移動對不對 隨便你移都可以 但這邊呢 不好意思你要記下來 如果你看到有除號的時候 你只能移後面那個東西 不管後面那個 是不是位置數 我不管 你都要把它移後面那個 所以當我這邊寫 3除A的時候 注意聽喔 當我寫3除A的時候 3要留著 9也留著 你要做的事情 是把那個除以A移過去 把這個除以A移過去 來 這個除以A 這樣才可以 聽懂嗎 再說一遍 前面的加減成無所謂 但後面的除法 一定只能移除後面這個東西而已 不管這個後面是不是位置數 都要移後面那個 好 移過來之後呢 是變成3等於9乘以A 對不對 那我問你喔 3等於9乘以A 跟9乘以A等於3 這也是乘以9 移過外面什麼 除以9 這個時候才可以移那個9 聽懂嗎 所以A點多少A 來3除以9 是不是就三分之一 對不對 好 我講了那麼多題啊 我講一件事情喔 先跟你說 考這種班員的時候啊 在還沒考試之前 你一定可以知道你考幾分 為什麼 你知道嗎 你看一下這個地方 第一題 你覺得答案是4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去練這裡答案對不對 你看一下嘛 如果 三角形帶4的話 你覺得4加等級嗎 一定是 所以你答應對 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的意思說 在還沒改之前 你就可以這裡答案對不對 怎麼知道 很簡單 你把它帶進去就好了 好 移時再推演看這個地方 這邊如果帶11的話 有沒有 我的答案都是11嗎 你覺得11-3會等於8嗎 會啊 所以我答一定正確 錯的話 一定是老師的問題 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第三個也是一樣 你覺得 框框等於3 你覺得3乘以3 也等於9嗎 有吧 好 第四個這邊也是一樣幾幾 你覺得A等於3分之1 這個最難 你覺得3分之1 除以3 有等於9嗎 你覺得 3分之1是2等於9嗎 欸 又寫錯了 對不起 我這樣寫錯了 欸 答案這邊是27吧 對不對 是27除以3 有等於9嗎 有對不對 那這邊呢 你覺得3除上3分之1有等於9嗎 這個比較難想 有沒有 老師我不知道 我試看看 3除上3分之1 有沒有等於3乘上1分之3 那3乘1分之1 對不對 所以答案正確 這樣會嗎 好 接下來喔 好 這個你把寫上去 由於最後那一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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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